《彈离开世界》之前才报导过 有人口贩子盯上逃出来的乌克兰难民 前两天又传出一个消息 在乌克兰边界检查上 来了两名中国公民 以步行的方式 想将两名婴儿从乌国带到罗马尼亚 但边防人员跟他们要婴儿身份证明文件 两人都拿不出来 问他们婴儿哪里来的也没法回答 边防人员怀疑这两人是人口贩子 马上就移送乌国的警方做进步调查 乌克兰的边防局还发了公告 这公告一出来 很多人就联想到八海事件 在网络上就激起了公愤 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的主席哈利托诺夫 15日在推特上就直指两人 趁着乌克兰遭逢国难 还要从乌国绑架新生儿的行为 很恶心 再加上中国在这一次战事上的亲厄立场 中国在乌克兰的形象本来就不大好了 这一次更是雪上加霜 but也有人跳出来说 在开打之前乌克兰的代孕产业很有名 这两人很可能受雇于代孕业者 想要把代孕的婴儿带回中国 这两人到底是人口贩子 还是代孕业者 目前还不清楚 但战前乌克兰的代孕业很兴盛是事实 开战之后 有心急如焚的父母冲进战区 想把孩子抢救回来也是事实 这中间引发了众多法律问题 更是事实 今天我们就想来看看战争给乌克兰代孕业带来的困境 大家好我是饭水 欢迎收看饭水的特地看世界 代孕就是帮别人生小孩 由于代孕牵涉的法律及道德争议非常多 只有在少数国家是合法的 乌克兰就是其中之一 还可以付钱请人帮你怀孕 叫做商业代孕 这在当地也是合法的 即使是外国人也可以在当地寻求代孕 而且乌克兰相对来说经济又实惠 跟同样合法的美国一些州比起来 乌克兰代孕的价格便宜了一半 费用大约是4万到6万欧元 代孕者可以拿到17500美金到25000美元的报酬 这在乌克兰算是很好的收入 根据估计乌克兰每年有2000至2500名新生儿 透过代孕出生 还有超过3000对夫妇把胚胎放在这里 也让乌克兰有了欧洲死工或是代孕制度的称号 当2月传出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人包括乌克兰人自己都不大相信 这件事会真的发生 当时乌克兰代孕机构还向客户保证 局势稳定没有问题 没想到2月24日俄军攻进了乌克兰 还没有生下孩子的代孕妇女面临了困境 刚生下的宝宝卡在战区 在境外等待孩子的父母则心交如焚 许多国家都传出 有寻求代孕的家长 在炮声下深入战区 想要确保孩子不会被留在战区 没人照顾 战争初期 就有很多报道讲述这些准家长 如何鼓起勇气大胆进入乌克兰 接回代孕宝宝的英勇事迹 但故事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到代孕者 有对美国的父母在IG上分享 把新生儿带出乌克兰的过程 感谢了旅行社 感谢了健身房 让她有体力出国 接小孩 谢这个谢那个 就是没有感谢生下小孩的代孕者 到现在战争打了三个星期 终于有越来越多的报道 关注这些无名的代孕者 跟他们生下来的宝宝 美国籍的代孕公司老板基布勒 就告诉卫报 他在2月7号那一周 就感到局势有变 就跟13名代孕者提议 要搬到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 但当时没有人想去 只有两位代孕者带着小孩离开 CNN则报道 在乌克兰首都的基辅 有一名叫做维多利亚拉代孕者 在妇产科生下孩子之后 司机已超过160公里时速 开车带他穿过市区 前往代孕中心 移动的时候 还可以听到乌克兰防空炮的声音 他进到地下室之后才发现 里面有一群跟他一样的代孕者 跟21个新生儿 没有人知道提供精软的准家长们 什么时候能够来接这些宝宝 根据欧洲新闻台 乌克兰代孕生殖中心 目前在防空洞中 要照顾大约30个代孕宝宝 预计到3月底 更会有超过100个这样的婴儿 需要他们的照顾 报道里面就提到 一名32岁的乌克兰女子奥克萨纳 她为了支付父亲昂贵的手术费用 而成为代孕者 目前已经怀孕39周 她原本跟老公及9岁的女儿 住在基辅 基辅遭了婚嫁之后 一家三口就辗转逃到 东北部的苏米 虽然很多代孕家长 还有机会都希望 代孕者可以逃离乌克兰 但乌克兰政府规定 18到60岁的男性 不得离开乌克兰 也就是奥克萨纳的丈夫 是不能走的 奥克萨纳于是决定不离开乌克兰 全家人要待在一起 来自基辅的代孕律师丹琴科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一天 她就跟家人一起逃到了乌克兰西部 这时候她收到最多的不是关心慰问 而是来自客户的大量Email跟电话 问她相关文件OK了吗 出身证明可以加上这个吗 甚至用法律合约来施压说 要想办法把孩子交给他们 她觉得这些父母一点都不关心她 让她对人性感到非常的失望 这些代孕的准家长 真的都这么没人性吗 当然不是 40多岁的英国人安娜 她想要照顾在乌克兰的代孕者A 不只是因为A帮忙怀孕 而是两个人已经成了朋友 开战的时候 他们33岁的代孕者朋友A 已经怀孕了12周 安娜知道A带着小孩往西逃 两个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 中间一度失去通联 后来得知A平安抵达波兰 安娜忍不住就大哭了出来 安娜说她跟老公愿意开车去波兰接他们 希望能在英国相聚 孩子出生之后 她也愿意协助A留在英国定居 但根据英国现行的法律 除非A在英国有可以依亲的对象 否则要合法居留很困难 英国各界还在为此努力 一位代孕仲介业者也说 有些寻求代孕的夫妇 一直要求代孕者逃离乌克兰 或是到其他可以代孕的国家 这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 凭什么这些准父母 可以要代孕者搬家就搬家 必须要让代孕者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也有代孕机构指出 现在将代孕者以及透过代孕生下的新生儿 送到波兰边境实在太危险了 更何况目前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明文禁止代孕 比如说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都禁止 在有些国家甚至会面临罚则 而且根据乌克兰法规 寻求代孕的父母必须要清抵乌克兰 才能够确认新生儿的国籍 代孕者一旦离开乌克兰 他们就会变成新生儿唯一合法的父母 对于代孕者来说 离开乌克兰之后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 总之小生命是无辜的 也希望在人道救援中 可以关注到这些代孕宝宝跟生育的父女 这个世界有改变你对代孕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析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赶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中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麻镜 我们终于见